当年,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差点被杨洁导演换掉 马德华在得知原因后,更是生气地表示 你这是赤裸裸的骑士 马德华小的时候,就对武术和京剧非常感兴趣 他的父亲健壮,也带着他到处摆石学习 14岁那年,马德华考上了中国京剧院 开始了自己的戏剧生涯 1982年,杨洁导演朝拍西游剧 选中了京剧院中的孙桂园 来出演猪八戒一讲 但孙桂园在进组后,却嫌弃条件太差不干了 于是杨洁恼乱,你不干就早说啊 这都开始拍了,你现在让我找谁去 马德华文言凑了上来 你看我行吗,杨洁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让他先扳上看看 没想到马德华穿上装备后 还真有点猪八戒的影子 于是在试过一场戏后 杨洁直接就定下了马德华 没想到几天后,杨洁却意外得知 马德华是回族 于是他找到马德华通知他 你被换掉了,我们决定重新找演员 马德华意外结了 为啥,杨洁也不瞒着他 因为你是回族 马德华得知理由后 直接就朝着杨洁发了火 你这是赤裸裸的歧视 杨洁见状只能解释 因为回族对珠是非常忌讳的 让马德华来眼的话 搞不好会弄出民族矛盾 得知原因后马德华采销了起 艺术是艺术,信仰是信仰 这两者并不冲突 但杨洁却依旧不松口 我们剧组经费很紧张的 你们的饮食又有很多忌讳 我们没办法给你单独做饭 马德华文言也表示 没关系 只要剧组给我馒头咸菜就行 杨洁这才放下心来 剧组之后 马德华不负重务 将贪吃好色的猪八戒 演绎的活灵活血 他也凭借这部剧 成功火遍了大江南北